这个日期的部分就是 特别注意也是要一个日期 你也不能给一个文字 它会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当成一个阵列 也是一样把它读进来之后 然后会算里面有几天 并且把它扣掉 扣掉之后的话 按确定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日期 也就是说呢 2008年的120天 这个日期之后的话 120天之后呢 它的这个日期是这个 所以这部分我想各位练习一下 Network Days跟Work Days Work Days没有S 两者之间的差异 那再来后面还有一个综合练习题 那这一题稍微复杂一些些 比如说这个2008年 你把它改一下 2013年 比如说改成2013年 今年 假如说我今天要产生一个年历 这个年历是什么呢 就是 你要如何自动产生1到12月的头 另外的往下填满 它会产生我们底下的这个日期 然后呢 向下向右全部填满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地方要自动产生 那一定会有一些错误 你要避开 比如说呢 1月是31天 你要能够31天 可是你向右填满之后呢 那2月并没有 比如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是28或29天 你要怎么样判断说它是28或者29天 它要能够自动避开 如果这个旁边没有日期的话 那要填入这个空自创 所以这里的话会需要一些判断 那这边题目里面有说明 这一题稍微有点难度 首先的话里面要用到一个e-day 去产生下个月的第一天 用e-day这个函数 那再来底下还会需要用到什么 用到那个if 判断 is error 跟month 这几个函数 去产生底下的部分 我想这部分各位也可以思考看看 还如何快速产生一个年龄 这一题稍微复杂一些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哦